这条是一个Equation of Circle的题目 Circle of C1就是4x²加4y²-20x加16y-59等于0 C2的Equation of Circle就是4x²加4y²-16x-56y-6837等于0 现在当这个G1G2就是Circle C1C的中心 R1和R2就是C1和C2的半径 现在问一下哪个对? G1G2就是R1和R2 G1G2的距离就是R1和R2 第二句话说,Slog of G1G就是3 over 4 第三句话说,C1会包住Origin Origin在C1外面对不对? 我们先做具体 首先,我们先把C1C的Equation 那二,我们要把X²和Y²的Corevision 分别是1,所以我们将它全式除4 就变成这样 C2也是一样 C1和C2分别是-D over 2 -E over 2 除到5 over 2 G2就是29 over 2 7 6 2分别是2 2分量是5和10 因此,我们计算G和G距离 就是2个C2的距离 使用D constant formula 15 15是5加10 即是两个radius相加,所以Statement 1是正确的 Statement 2是计算Slope of G1和G2,所以计算Slope 3 over 4 所以Statement 2也是正确的 而计算Origin和G1的距离,用Dixon formula计算一次 计算是开方式1 over 2,发觉是小于5 所以Origin是在圆形C1内,而不是在外面 所以Statement 3是不正确的 如果我们看看两个圆形,就是这样 C1和C2的圆形正确会在外面 C1的圆形是5,C2的圆形是10 C2和G2都显示了 Origin是在C1内,整个图的计算是这样 C2,1-C2の圆形,有人读这方面 C3,1-C2S3的圆形 C2,1-C2的圆形